《监狱的大门》 门很常见,监狱的门也很常见,却有些不同。 那里的门很小,宽度仅够一个人出去,高度只有五尺长,身躯稍长的人便要碰头。 以前的门多数是木制的,两寸多厚,上面有四五个门栓,成千都是用大锁锁着,除了早晚的收封,随便是不会打开的。 门的钥匙,通常由监狱关保管。 门的上端通常会开一个小门,月一纸建长,平时用来给犯人送饭和见亲友。 白天只有大门二门上锁,夜晚失联傲房各个门都会上锁。 在夜晚,预读会去监狱关那里零锁,每个锁孔都会贴上一块白纸,上面由监狱关亲自用猪笔写上那个封字,到夜里就拿他锁在监狱的各个门上。 为何要贴这个呢?原来,写封条的目的,就是为了防备预读受贿私自放犯人离去,白纸可以另贴,但是手写的封条却很难模仿。 到第二天早上监狱关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亲自探索,这不得不说是个奇妙的办法。 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会有封条这种东西,也是从这里面延伸而来了文威信公众号,东黎公子图网络青山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